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所谓都部署是指战时任命的军队指挥官 中陆军是田崇敬为都部署 西陆军由简教太师中武军节度使潘美为都部署 云州观察时杨叶复之 三陆大军以杨叶所在的西陆军进展最快 那从三月到四月先后拿下环州 朔州 印州 云州 那说起来呢 可能有些喜欢读历史的朋友会觉得 正史中杨家将的名气 好像没有小说戏剧中那么大 比如雍西北伐的这些战功呢 在宋史中好像没有提到杨叶 比如这个宋史太宗本纪中就有相关的记载 那提到的呢都是潘美 其实呢 西陆军的军功基本上都是杨家将立下的 但是为什么宋史中提到的是潘美呢 这是因为我们知道前方打仗呢 给朝廷的战报中一般来说要记主将的名字 比如派哪个大将去打仗 那这个战报一定是写他的名字 或者是写某陆军 那么进展如何 那包括正史的记载中呢 也一定会先记载主将 当然会有详细的这种战报奏章 但是你最后把它精炼到正史记载中呢 常常都是高度概括的 那一场战争就是几句话的是 时间地点主将斩获败迹等等 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宋史中看到呢 这些军功提到的时候呢 都提的是潘美 或者是不提人名 只提诸军如何 另外呢我们平常时也可以知道 打仗这种事呢 一般不会是一开打 主将就先冲上去 那主将呢他是坐镇中军指挥八方 冲在最前面的是先锋军 而杨家将所担任的这个 最艰巨的 就是这个最艰巨的先锋军的角色 那这个方面呢 我们在正史里是可以找到记载的 比如宋史杨彦昭的本传中 就记录了在攻打云州朔州时 就是在这次北伐战争中 攻打云州朔州时呢 当时杨彦昭在杨业军中 是作为先锋 站于朔州城下 此外呢 虽然宋史中我们找不到杨业军功的记载 但是在辽史中却有清楚的记录 那么在辽史中没有记载说 潘美如何 记载的都是杨基业 也就是杨业 在北伐战争中与辽军对阵 那为什么辽史反而会留下杨业的记载呢 我们知道两军交战呢 发给后方的战报中 对于敌方的记录出现频率最高的 以及必须要出现的人呢 一定是那个直接跟你交战的人 相对来讲后方坐着的人 哪怕是主将反而是次要的 就是一场仗打完呢 你赢了谁 你输了谁 那这个人呢 是要出现在战报中的 而辽人的史书呢 关于战争的部分 也一定是根据辽方的作战报告写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辽史记载中 提到云州 朔州 印州这些被宋军攻占的重镇时呢 提到的是杨继业 而不是潘美 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 那当时的雍西北伐 西陆军在杨业的指挥下 节节挺进 但是这个时候呢 却传来东陆军战败的消息 那由于东陆军是宋军主力 东陆军的战败就使得整个战局发生了扭转 那辽军开始全线反攻 宋太宗就紧急下召班师 但是呢 给西陆军一个任务就是 将朔环印云四周的百姓迁到内地 那这次任务呢 比较特殊 并不是说让杨业去打仗 而是让他护送四周百姓转移 那一般这种事情都是在敌人未到之前完成 两军对阵打起来的时候呢 是很难去完成这种转移的 而现在呢 辽人已经重新攻占了环州 这四周中呢 环州又是离燕门关最近的 所以你是不可能在辽人的眼皮底下去完成这样的任务 那杨业呢 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他认为呢 现在呢 辽人兵风正盛 不要在这个时候与他正面交战 他提出啊 可以先派人秘密通知 朔州和云州的守将 让他们做好转移的准备 然后呢 自己领大军出代州奔印州去 这样呢 驻守在环州的辽人必然会被引到印州 因为朔州离环州最近 所以环州的辽军一走 朔州之民就马上出发 然后因为云州离代州最远 所以宋军离代州之日呢 云州的百姓就已经先出发 而杨业呢 则在印州牵制辽人兵力 使辽军不能分身去阻挡百姓的迁移 那为了确保安全 杨业还提出呢 在这个转移的沿途设置 工农手和骑兵 负责抵挡辽人追兵 这样的话呢 等杨业在印州把辽军打退 那么印州的百姓也可以顺利转移 可以说呢 这真的是一个万全之策 那从这个策划上呢 也能看出杨业是具有非凡的军事才能 但是呢 当杨业提出这个计划后 遭到了监军王申的反对 那王申认为呢 杨业不需要避开敌人 就应该大张旗鼓的去正面迎敌 那另一个监军叫刘文玉 也赞同王申 不仅如此呢 王申说话还很交衡 他说呀 军侯号称无敌 今御敌不战 难道是领有打算吗 那杨业是五人 非常刚烈 马上就回答说 业非必死 盖时有未利 屠杀士族而功不利 今君则业已不死 当为诸功先 意思是说呢 我不是怕死 只是天时不利 那现在去与撩人作战 只是白白牺牲士族 却不能立功 那今天你既然认为 我是未难必死 那我就先走一步吧 杨业知道 此去呢 凶多吉少 而他想要做的事呢 还没有做完 所以心中非常难过 就流着泪 又说了一番话 这段话的原文是这样的 叶太原降降 愤当死 尚不知杀 崇已连帅 受以兵饼 非纵敌不羁 盖玉四遍以利尺寸功 报国家尔 意思是呢 我本北汉降降 那皇上没有杀我 而是任用我为将帅 受予我兵权 那我不是纵敌不羁 而是希望呢 能够等待时机 立下尺寸之功 以报国家 上一集我们讲过 杨业在战场上履历战功 就引起了一些武臣的妒忌 所谓主将戍编者多记之 那么这个主将戍编者是谁呢 史书中没有明确的指出 但是这里呢 杨业的万全之策 没有被采用 而王申的取败之道 却能够被接受 将杨业置于危险绝境 所以人们普遍认为呢 这里提到的主将戍编者 主要就是指 潘美王申等人 杨业出发前呢 指着陈家谷口的位置说呀 如果我能转站到这里 他就希望 潘美还有王申 能够在这里接应他 或者呢 还有一线生机 于是呢 潘美和王申就率军在 陈家谷谷口等杨业 那杨业出发后 过了好几个时辰 也没有战报传来 这个时候王申就想啊 估计是契丹呢 被杨业打败了 他就要去征攻 于是呢 领兵离开谷口 那潘美没能制止他 就跟着一起走 结果呢 走了二十里 接到杨业战败的消息 这个时候呢 他们不是前去救援 而是率大军逃走 而杨业这边发生了什么呢 他出发后 很快与辽军相遇 一切正如杨业所预料的 实有魏力 屠杀士卒 而功不利 杨业遭到了辽人的伏击 那这场仗呢 打得非常艰难 杨业从中午 一直苦战到傍晚 总算转战到了陈家谷 结果一看谷口 一个人都没有 史书中记载 当时杨业是 辅应大痛 真的是较天天不应 较地地不灵 但是即使面临这样的绝境呢 杨业还是率领 所剩不多的士族 力战到最后 杨业自己也是身负重伤 几十处伤口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还首任辽兵几十人 最后重箭被俘 杨业叹息说 上遇我后 欺讨贼汉边已报 而反为奸臣所迫 致王师拜祭 何面目求活焉 于是三日不识而死 那这场战争中 杨业的儿子杨严玉 也随父亲战死沙场 此外呢 当时杨业麾下 还有上百士族 杨业对他们说 你们都有父母妻子 跟我一起死的没有意义 还是想办法冲出重围 把今天的事报告给天子 杨业这个人呢 平时与士族们是同甘共苦 对将士们很好 那大家都很爱戴他 所以 当时杨业说完这番话后呢 没有一个人肯走 全部留下来 与杨业立战到底 最后 无一人生还 杨业死后 宋军军心大乱 云州 印州 朔州的守将 纷纷弃城逃走 于是呢 这些地方又重新为辽人所占领 杨业占默的消息传到朝廷 宋太宗非常痛心 下诏把主将潘美贬官三级 监军王申除名 就是薛曲官职 发配到荆州服役 那另一个监军刘文玉 也是除名 发配到登州服役 宋太宗的诏书原文中啊 有这样一段 顾云州观察室 杨业 城间金石 契机风云 方提匹虎之诗 以笑边锤之用 而群帅败曰 援兵不前 独以孤君 陷于沙漠 静果标利 有死不回 求知古人 何以加此 又说呢 魂尔有灵 知我深意 因为这份诏书的内容 读起来 非常的真诚感人 那这种东西呢 没办法用白话文转译 所以就 把这个原文呢 放在这里 那这份诏书 在包扬忠义的同时 也将群帅败曰之罪 记上一笔 留于后世为戒 所以这几个责任人呢 其实不只是受到 贬官除名之类的 实质性的处罚 那这份诏书中 对他们的 盖棺定论 等于是让他们 不仅在当时 在历史上 在后世 都永远的成为了 一个反面例子 所谓 千古罪人 那反过来 再看杨叶呢 则是千古留名 当时杨叶战末的消息 传出后 宋朝这边 按史书的记载是 文者皆流涕 其实在辽国呢 虽然是与宋互为敌国 但是杨叶的忠义与契节 也同样赢得了辽人的敬重 所以后来辽人在古北口 修建了杨无敌庙 来纪念他 可谓 关高燕门 京中意 明洞古北 杨无敌 那和很多朋友一样 我在读杨叶的故事时呢 会非常悲愤 会想呢 如果杨叶没有战死 该多好 但是呢 事情已经发生了 历史不会再重来 所以我们在深感遗憾的同时 更应该记住杨叶的忠义 并把这种美好的品德传承下去 因为 这个呢 才是对杨叶最好的 致敬与怀念 那借用宋台宗诏书中的一句话 魂而有灵 知我深意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下集我们会继续分享 关于宋辽战争的情况 那这场战争原因何在 胜负谁属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